千年一遇的暴雨 導致中國河南省鄭州民眾飽受洪澇之苦 超過百萬人受到影響 隨著洪水慢慢消退 災民也陸續返家收拾殘局 相關部門全力調運身心食品 保障市面上的蔬果、肉類供應充足 同時搶修損毀的橋樑和電力設備 但是在另邊鄉 鄭州以北的新鄉市災情越來越嚴重 豪雨導致多條河流河水倒灌 四處一片蜂羊 告別一連幾天強降雨 河南省鄭州的天空終於放晴了 放眼望去洪水水位已經明顯消退 但是為了避免第二波降雨随時來襲 影響排水能力 緊急部隊未雨綢繆 以電動水泵将路面上的积水給疏通排空 順道修筑破壞的橋樑 也把拋錨的汽車給拖走 好不容易撐過水災夢魘的民眾 獲准重返家園之後 紛紛前往鄰近超市 補給食水和日常必需品 由於市政府及時補充 市面上的食水乾糧、蔬果肉類 以及雞蛋等等 貨源還算充足 這一波洪澇也導致許多地區陷入斷水斷電的窘境 手機信號也不穩定 國家電網公司出動兩萬名技術人員 在受在地區馬拉松市搶修 截至昨天下午整個河南省的八成範圍已經恢復供電 目前整個鄭州市的供水已經恢復了90% 我們公司正加緊搶修增加供水量 碼頭、港口和景區景點、離岸、離島、旅遊活動 暫停施工、關停、關閉 然而鄭州以北新鄉市的災情不容樂觀 當地輕盆大雨下個不停 流經新鄉與鶴壁的衛河昨天一度絕堤 大片農田和村莊被淹沒 水深最高去到兩米 大量民房浸泡水中 民眾也只能夠等待搜救團隊支援 數據顯示 從17日早上到23日上午 新鄉市平均降雨量就達到830毫米 最大降雨量接近1000毫米 給予臨 šер體燈 搞 但是 感谢观看